《名字》 《名字》 初初覺得名字有點不開心 我記得 你現在記得這個詞 你會想起我 我也開心 至少有一件事 可以令你們想起我 作為演員 無線藝人趙希樂 在2007年參加香港小姐 入選最後五強 之後入行 一直默默耕運 終於在2019年 贏得最佳女配角獎 最近她在劇集《今宵大夏2》 再度接受挑戰 在平行時空中的暗黑角色 野性又帶點變態的幻味 播出之後 不少觀眾都大讚 充滿新鮮感 今次的角色是我 入行以來未做過的 一個這麼狂野的角色 暫時我們看到的 Jesse是一個律師 她很正經的 很斯文的 但她很有自己主見 說得比較快 但在平行時空的世界中 我有另一個角色 跟Jesse是完全不同的 具挑戰性得來 又很開心可以玩 趙希樂多年來都拍過多套劇集 當中以演繹精神錯亂的角色 最令人印象深刻 包括《八卦神探》裏面演變性人 實習《天使》裏面飾演妄想症病人 以及在今宵大廈中飾演 三套劇集中有精神錯亂的角色 所以我又不會覺得是遇用 其實趙希樂在未演瘋婆 或者瘋的類型的角色之前 趙希樂演繹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但過了一段時間 大家又會忘記了 現在反過來 可能你現在記得這個詞 你會想起我 我都開心 至少有一件事 可以令你們想起我 或是一個演員 這是一種滿足感 趙希樂一直努力求進步 她表示希望拍攝喜劇和舞打戲 而最渴望的是挑戰音樂劇 其實我很想試舞台劇 尤其是音樂舞台劇 因為我本身的興趣和演戲 是由音樂舞台劇開始 雖然我現在很久沒有唱歌 但我都很希望可以取得到這件事 因為最近譚嘉儀 找了我做一個 《今宵多珍重》的Cover 我發現了 原來我真的很久沒有唱歌 很難,真的要練歌 對於感情 趙希樂一向低調 前年她終於承認拍拖 但就很少提及男友 她就說不想因為私生活 而影響了觀眾看她演出時的觀感 總之現在感情生活穩定 但結婚與否就說隨緣 因為我想大家的focus 在我的事業上 主要其實是因為 除了我喜歡保護我身邊的人之外 另外就是我很想你們去投入我的角色 而不是很容易就抽離出來 就會想真正的趙希樂 可能她知道我很投入我的職業 我覺得她很尊重我這方面 我沒有經常拿她出來討論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演戲 即是我很focus在我的工作上 因為我很喜歡我這份工作 所以其實我沒有想到其他事情 會不會閃燈的? 可能會